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順大浪 助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市直擊》 繼續留言和打一來二線 3083399 第二節便會回答問題 今天市場沒有特別大的動靜 消息是上本地疫情 有90宗新冠肺炎確診的個案 大市沒有波動 恆指升25點 即26485點 中美關係也有一些新聞 不過就不是很特別大影響 就是這個美國的民主代表 屬於比較鷹派一點的 萊特希澤 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 拜登應該繼續對中國施壓 不過究竟拜登上場之後 究竟 這些代表會是 如何部署 又派什麼人去做出戰 去談判 各樣東西都 總是有待觀望 所以究竟這個未必是這麼大的一個影響 現在成交額榜上 騰訊亞利美團就升1% 小米沒有升跌 就是若明 今天都看過 那些若股都是 全線上升 早點的時候 若明升5% 信達升6% 若明就已經是一個藍醜 信達就有一些比較看好它的 說法都還覺得 會不會它都染藍 連中國生物製若積若多時的 都升了上來的 還有京東就升3% 等於微盟就升5% 沒錯 不如就看看一些比較 強勢一點點的 我喜歡若明和信達 269% 現在升5.4% 百分點86.4% 因為創新刀 雖然創新刀之後 就打了十字星 沒有什麼顯著的 再追負 不過也沒有什麼 陰燭固壓 所以可以參考 較早之前的收市位 當日陰燭開市位 85元 如果再看 我相信就95元 做一個短線的目標 現在86.45元 正六都可以買得過 因為如果當大家看到 今天很多二、三線的醫藥股份 其實全部都很好炒作 也都包括B字的生物科技股份 但如果大家從中生製藥、石藥那些 弱勢圖裏頭去找反彈都要買的話 我仍然都會覺得這些強勢破頂的股份 較為坐得安心一點 一個不對二追錯了 我仍然都有一些店舖 但其他一些 我自己就不便宜 Kuopeng Choi 也說 84元買貨 回家鄉 其實不是買了很久 只不過當時比較不幸 買完後跌 但跌後 其實沒有穿支持 反而是一個整顧 現在再上去 其實上去看多少 我想最快看著提頭90元 其實都可以看100元 然後很快就 應該這樣說 一向鎮著上 100元都不是很誇張的目標 正路可疑 這隻就鎮得最放心 其實就在這個藥股裏面 是啊 因為它一向都很強勢 另外一隻我剛才想說的 就是101元 如果大家可以看回錄影 當日有少少起動的時候 其實當日我都會把目標價 立刻看回前頂位 因為這隻股其實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都在內地非常受歡迎 也是北水外股 基本因素方面 它也是香港第一隻 脫B的生物科技股份 所謂脫B 意思是 它是最早由虧轉型的 所以大家就儘管去看看 較早之前的一個破位 就是68.5毫半 正路都可以看到75元 這個其實都破了上來了 是啊 幾隻的 很多藥股都很強勁 見到就 還有這個Avion 它那隻就是 復星2196 這隻的炒法不同 不過都是厲害的 大家正在問很多藥股 怎麼看這隻 其實它都破了上來了 這個位置就是 37.6毫半 突破了這裏的橫行區 暫時可以看這個挑戰破頂 40.7毫半 這個是可以看看 還有一隻 在線上大家會憧憬它 它都是走陽面的 會是不斷拼購的一個路線 還有本身也是做CRO的 Sylcat說 這個也很棒 是的 其實這個就 碰了很久了 是上市初期就比較震 就是試過 升完之後 這樣被人沉下來了 看看捱得住 但是那些時間 或者那時候沒看都沒關係 現在其實還一直在上 不過呢 上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如果你是3347 還未買的話 其實它之前這些86元 是破了 已經破完之後 再繼續上 我覺得可以等它下一個小回 才買入 最好就 因為短期來說 就沖得比較厲害 這裏 151.8 現在暫時最近的支持位 是151.8 要看到 所以如果你之後 有一個小回 可以找到一個新的支持位 那個部署上 有一個近一點的支持位 或者如果大家擔心 它升了上去 都沒有份追的話 都可以從一個 防守一點的角度 來去 譬如分駐去買 一駐是現價 一駐是151.8 這隻都很強勢 留意一下 買一些比較強勢的 會比較好一點 至於如果你說 不是強勢 只炒消息棉的話 你就要看其他一些 譬如今天 如果升幅多 不過圖未必漂亮 就有隻阿盛伊 當時招股很好反應 不過股價很差 它公佈了 他們研發的一種新的 叫做抑制制 詳情那些東西 說你又不明白 我又不會說 總之 就要來 醫治一些復發 和難根治的 萬聖淋巴細胞白血病 就是新藥 有消息之後 今天升了超過一成 圖表上面 它有它的口 不過當然是叫做壞中之好 始終是線比較難看 不過 你見到它十二月初 炒了浪 橫行十日八日之後 再上 有多少堅實過 第一次去上升 第一次去上升 你不知道它真還是假 不知道會不會 之後退回 它後來退不回 之餘 今天還有起 所以這些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還有比較升幅好少少的 一五三零 升幅超過七到八分 怎知三生製藥 公司方面公佈的附屬 就是研發和可以商業化 治療多種癌症的創新藥品 亦都可以叫做上升 不過剛才阿盛和這隻比 剛才的分別在於 阿盛一棍之後 休息十日再一棍 就更實 這個只是第一棍 老實 之後會否休息十日之後 沒有升幅呢 這個是可疑的 所以兩隻假期一口 剛才阿盛會比較好些 是的 這兩隻這幾隻 都是比較在低位反彈 沒錯 阿盛的B仔股 一個波動大些 是的 剛才那隻 其實就若名 想問好不好進入 Lily就說 我覺得今天其實還可以 因為你始終今天 如果你下午 你這裏其實是突破了85 你下午其實持續 站穩這個突破 可以用一個作為破頂 追入的一個買入訊號 但是你呢 指示位就是跟回之前 用72左右 來做一個指示位 嗯 好啊 就自己留意一下 這隻 其實還有一隻 2359 大家忘記了 今天都是破頂的 因為它兩隻 經常都叮噹碼頭 經常都強勢 保持破頂 雖然這隻配股的往績 是少一點的 2359 若名康德 前頂位也就是歷史頂 137.3 當日在11月10日開出 現在138.5 如果向上的話 又加多一成上去 若目就等於150元做首站目標 如果說若名康德 其實還有一隻新上市 是 巨諾 但這隻 其實你看它的名字 已經是一個B仔股 變成那個 盈利和規模上 和若名康德和若名生物 就有些距離 所以我想 但是有這個大名 也是一個短炒的部署 這個你要等它 它比較重要支持 是23.8 這個我想暫時就不買了 另外那兩隻 就 以現實來說可取一點 好 若股講了很多 大家應該會選擇 本日市 恆生指數微升 21點 16481點 成交656億 少了 今天還有些配股 下一點配股 現在先去廣告 稍後聽電話 和解答你們在Facebook 和YouTube的問題 稍後見 好 回來節目時間 開始聽電話了 電話旁邊是有李小姐的 李小姐 Hello 李小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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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早安 早安 兩位早安 我們不如再打一次給她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看看YouTube和Facebook 好 YouTube上面先選一條 好 看見到2013還可以買上 不用說 都知道破了位 剛才也有跟進 這個 11個 5號60樓上的話 基本就可以了 正路呢 照買 買 看回較早前前的前頂位 就是13個6號8 這個快搭完 是的 然後 1478 昨天也炒過 今天更快 今天更快 今早也快搭過 今天說 打一顆星之後 不一定是壞 不過打一顆星之後 如果陰燭 就有少少壞 如果想加住的話 等它先補好 裂口 裂口位置 11元那些位置 那些 軍線各樣東西都向上少少 我想你都 首先是保持住 加的話 就看看那些11元會不會 滑穿就穿 再算 是 然後 看看這個 2600 11主就說 想看這個 中國旅業 它就有貨的 多少錢有貨 兩個核心有貨 我的上網和賣子 蝕多少 因為其實前陣子 這些金屬資源股 都炒得很厲害 你見11月開始上來那一陣 然後 其實這個月 是一直都在回 2.8毫三入 其實入那個位 都未確定說是跌穩了 這個情況 但是今天起碼 開支羊竹的話 可能你今天入 你看它今天似乎跌穩 可能你打算搏一下 就去用著今天這個 如果這裡真的可以找到支持 那你就用這個 2.6毫 來做止蝕位 收穿的話 就走人 上網就看這個 三個零落 就是前頂 看它破頂 其實今天就比較進取 今天日子是第一日 就是叫做賺點 所以就都要定好這個指示位 聽電話 李小姐這次應該聽到了 喂 哈囉李小姐 你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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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幫到你 我上次在除靜 買了6118 10.08 6118? 不是 6110 是 然後昨天 聽你說 我買了 285 給阿迪 40.09 我問你 因為我是長者 70多歲 我都是想找些使用 我想問你 我們是怎樣看兩個位 指站和指線 謝謝譚Sir 好 先說到1.0 今天站穩10.09 就會再一次推介去賣入 向上看歷史頂位 就是11.76 之後破頂 再加乘13元 所以 我相信應該捱過了那段沽壓 很多 包括所謂叫做 隨機萬步指數 我平時又喜歡看那些 指標都開始在低位 做回黃金交叉 如果你聽不明白 不要緊 總之我告訴你 短線幾大程度 已經見底 當然明顯反彈 反彈也都 滿足到我認為 要期的10.9 所以 希望後市不需要太過擔心 直望 就望11.76 破頂之後再渡 如果2.5的話 我見到Youtube也有朋友問 又說42元買了 當然不用擔心 跌百分之一都沒有 話畢 昨天都升成六七個百分點 休息也要 所以 繼續看前頂位 45.5 當然 突破之後 再加到50元 彭sir 我想問 6110 如果收市 站穩10.09 明天可以加住 麻煩彭sir 站穩10.09 如果美市 大概11元 這些位置 都不用等明天 今天都可以做 我相信 今天應該都不會 退回頭 Touchwood 所以 今天就行 麻煩你 麻煩你 Fishy 麻煩你探索 冷 你們穿多些衣服 麻煩你 多謝你 拜拜 你也是 大家是否見我們穿得比較薄 因為我們室內 有些燈 有幾盞燈 有些燈 有些燈 差點想脫衣 你要展示一下 未 現在未有 遲些來展示 好 好 多謝你 拜拜 我們一會再聽電話 看 九幣是否要離開 今早已說過 如果20元失去的話 自己也要小心 然後 剛才你們搭載2600 不如我搭載3993 都是有色金屬股份 當然 今天又可以升 算帥 如果想買的話 不妨 不過 當然 現時來到這些位置 就要量度一下 究竟接下來可以去什麼位置 嘩 它破了那個頂 是啊 現時走進一個大型的幾底走勢 好厲害 現在關注的是 大概今年2月的時候 4.02 都企穩 一個大型W 如果去的話 重倉位隨時去到4.8 我覺得 未入 入了 其實拿著 因為這些都有人問的 如果你未入 我覺得 都可以 今天始終是破了2月的高位 4.01 但是你的指示位 你定近一點 可能就是當時的收市高位 4.07 回村 去做一個 近一點點指示 因為這隻 都波動起來 都會大 但現在始終破到 可以繼續看照 OK 聽電話 又常客 鄭小姐 你好 早晨 師伯 你好 你好 兩位早晨 有什麼關照 今天 我想你解答一下 1896 買了這麼久 升的下 已經跌了很久 我想問你怎麼看 你什麼叫買很久 多少錢 我呢 12.64 買的 有什麼要告訴我 其實你喜歡它些什麼 即是說 上面經濟好 那些電影票房 又開始好 那就進去 進去 進去 它升過去十三個多 我沒有走 到現在這樣 我換去 你那隻 令軍股 6110 好不好 這樣說 我覺得貓眼 很少成為市場的焦點 也沒有什麼人提 半日成交只有八百萬左右 當然 如果你對比起 我的偷博 都說 都叫做九千萬 雖然不是說很多 全日都會億幾 當然 那隻偷博會好炒一些 還有今天 就走回好一點 不過你說 這隻是否完全絕望 我只可以說 它屬於 一個比較橫行的局面 整路 我自己會看回較早之前的低位 如果十個七跌穿的話 譬如較早之前 十個七負頓的位置 跌穿 就走人 否則 都可以看回較早之前 十三個三負頓的 但是 就很悶的 這個股份本身 平時又不多消息 我換過去好不好 又不多數據 然後你說 你說什麼 我說我現在換過去 610好不好 我是你 我都會的 我都會的 雖然這隻不一定要走 但是如果你說 爭分奪秒的 不想換的 我覺得 610的劑頭又會好過這隻 225也好 自己留意一下 225我昨天入了 225 多謝你先 好 好 多謝你 還有什麼問 有啊有啊 還有665 是 高追了 多少 昨天高追了 不是 應該是前日高追 前日 23個多 是啊 是啊 看著下方 不要穿19元 那再加些貨號 還加嗎 想死嗎 穿19元 你又沒有 是啊 我經常都覺得 這些股份遲早要穿底 是啊 但是 真是可以把條線 放回19元 老實說 這一期 都沒有怎樣穿過19元 先拿著 不要加著 是啊 不要加 想著 哇 差了兩元 有段時間追不到了 先混添 你如果一混 一穿底 你來足心陷輸多一倍 嗯 啊 好啦好啦 好 就這樣 辛苦兩位 謝謝 拜拜 好 順便報報 968 信義光能 昨天就來過 迎起下跌 大音速 今天就來過配股 低開 不過呢 暫時都可以低開 高走 在橫行區的位置 震盪 所以呢 一天不穿 你又不要完全不穿 是啊 不要震走 特別配股 還有人拿貨 其實就不差 現在這個情況 好啊 這個浪生都頗值得看 503 Henry 他就說 他買了兩年多 1.4號二有貨 收了兩次息 超買多日 那 又可不可以回到1.3號四 打和沽出呢 其實呢 我想他回家鄉很有望 現在就1.2號六 今天最高見過 衣服和你的買入較近了 雖然超賣 但是短期有機會超賣完 是出現少少的回一回 或者調整的 如果你要從RSI看 其實這個十月初都試過的 你只是 你可能RSI回到去70 跟著股價只是輕輕回 然後已經再爆上來 所以不一定成正比 所以其實就不一定說 那麼快 擔心了 至於你看回它的往值 其實你都很厲害了 可以捱到那麼久 因為這隻 其實那個市值就得幾億 都不知道什麼 是世界股類型 那真的很好 讓你等到它現在 就是叫做起動了 你看回 其實它2019年的高位 就是1.11 其實現在 算是在做一個突破 突破了這個1.11 阻力上去 突破到1.11 我覺得你可以繼續上網 就樂觀點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上賣 即那個遠一點 2元 如果你這裡看位上 就是這樣看的 你看這期這麼有動力 我覺得怎樣也好 未必去到這麼高 但是家鄉不是很遠 一定拿著先的 是的 跟著呢 時間差不多了 順便到輕輕補補 半日市的時候 那些股份表現 剛才看到的順義光能 叫做配股 低開高就 其餘 整個股份上 就是雲上半身 2.131 叫做平開之後 哇 剷到曾經一度上去 9.6毫 現在收8.05 半日幾個有陽足 如果用我那種方法來看 可以買入 用回開市位做止蝕 當然 看全日安全 其餘上升得多的 若明生物 京東 升4.7 3.4 中國生物制 升5.8 微盟 結果都是升5.2 2.8 OK 這個之前有說破位 現在真的想入都還可以 好 我看到我們的觀眾 Hold Loan Chan 她都很記得 下午是ETF節目 沒錯 還有Barbara 應該很期待見到 我們的ETF美少女 當然了 還有你 還有我的 美少女 現在記住收看 3.45分再見 拜拜 為了 看見 看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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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